好久没有录视频了 我头好疼啊 你说我是把头发扎起来了 还是这样录比较好呀 对我是说把它放下来好像扎起来了 哎呦好久没有录视频了 不知道该如何开头 知道了 哈喽大家好 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今年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所以录视频的节奏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一直都在录 本来是想多录一系列的 但是因为我整个人这几季都过敏特别严重 所以就只好算了 在此前跟大家说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健康是第一位了 然后其实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 这就是我上周买的包 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包装呢 每次都包的很精致 导致我舍不得把它打开 然后我就一直放在那 已经放了一个星期了 所以我现在就来干脆就录一个开箱的vlog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所以就是开箱的时刻 所以我就拆了 然后打开呢 这个首先这个是我的小票 我先把它收好 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包装纸 然后我现在就要把它拆开了 你觉得自己还是一拆就非常高兴 是这样子的这个包装 然后它这个装的真的很精致 它这个上面还放了一些纸 然后这个防装袋也特别的漂亮 是一个这样子的涂鸦的这个香袋的一个纹 然后打开 是这个coco小姐的这个画像 然后我就把包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 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画册吧 然后除了画册之外 根据我的经验里面 应该还有一个它的那个擦包的一个鱼纺布 那个布非常非常的好用 然后我就先把它放在这儿 然后我接下来给大家看这个包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中等尺寸的包 我把它打开 然后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就是这样子的啦 就是它的那个经典款的Classic flap 应该是叫Classic flap 就是它的那个和经典款的裸色的鱼紫酱皮 搭配浅金色的5G 然后这个颜色不是很好买 所以我在我们当地的那个Niemann的那个专柜 排了一阵子的waiting list 大概排了至少等于五个月了吧 然后才排到了这一支 然后上周末的时候它跟我发短信说已经到货了 所以我就去把它拿回来了 然后就比较不幸啊 就是因为它到货有点晚 所以到货的时候这个包已经涨价了 所以我就是以一个涨价的价格把它买回来了 不过我还是挺高兴的 因为这个包比较难买 然后我收一下 然后我就把它打开 然后打开它这个包的也很精致 都是这样垫着 然后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都有 垫着 都拿出 然后这个是它的吊牌 然后在美国它现在已经涨价涨到5600刀了 嗯 然后这里有一个拉链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包盖 啊对不起 嗯 不好意思啊 刚才想打喷嚏没有打出来 我难受呀 嗯 嗯 因为它是个皮子的这个味道 往上一冲 也实在是有点不舒服 最近我们这一边就是 我们这一边就算是北加嘛 就是湾区这一边 然后最近的山火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最近空气一直都很差很差很差 出门 刚才出门一看我觉得 自己出去就难受得不得了 虽然说我在国内之前那么多年 对国内的体空气呢 就是适应的很好 但是我觉得对这个山火灰的污染 我还是有点受不了 然后打开就是这个它内里 这里有一个层次 然后再打开里面有这样 两个就是两个侧带 两个侧带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袋子 这个应该是它的身份卡 没错 这是它的身份卡 然后也包的好精致啊 我自己之前是 为什么我会买这个颜色呢 是因为我之前在柜台的时候 有一次特别幸运 试到了这个 就是我买的这一款 也是这样的皮子 也是这样的五件 但是我当时呢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它很好看 但是我又觉得这个颜色有点 就是觉得好像有点太朴素了 就没我也不知道这个包很难买 所以当时我就没有立刻买下来的 那我之后再想着去找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非常难买了 它这个鱼子酱皮 我觉得挺精致的 因为我自己也有香奈儿的羊皮的包 我知道羊皮是很难保养的 然后香奈儿包本身它就做的 就我觉得是比较娇嫩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鱼子酱皮的 而且我也挺喜欢它的这个纹理的 总感觉它是这种灵格纹的话 光是尤其是这种就是经典的单色 如果是那种羊皮的话就特别古 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很古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上面有些纹理会更好看些 然后我可以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对上骄傲近距离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皮子 就有这个光一映之后 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好看 然后它这个五金呢 就跟黑金配色的比 它这个五金金色就颜色非常浅了 是我自己就是最喜欢的那种金色 我之前也在那个 我其他的好像是宝宝视频里面说过吧 说我就很喜欢香槟色呀淡金色这样的配色 其实它这个链子不是很长 我觉得就是所以这个包 就是如果你身高不是很高的话 也是可以用的 就是如果这个链子很长的话 你还自己去想办法把它变短 然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这样 双肩的话这个链子比较短的太勉强了 但其实哎呦 我想到它第一场的时候 我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双肩的效果是挺好的 然后这样加起来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有安全感的背法 我今天穿的颜色就很深了 然后也比较滑 但是我觉得跟我自己的这个状态来说 背上这个配色还是不 没什么违和感的 而且这个颜色也特别好 尺寸也特别合适 就你不管穿什么衣服 可能打起来都很刺激啊 所以这是我自己最近的一个 就是可以说是今年 就买包的心愿清单里面 就是觉得最满意的一个吧 就是我之前买的时候也有在 就是去店里拿货的时候也有检查过 就是比如说这个林格尔对的 就是是不是基本都对齐了 因为这个包是手工的 所以你也不能指望它 对的非常非常的精确 但是你至少是要很齐 然后左右盖也是不要歪 然后这个边角就是你 买的时候真的一定要尽量的检查一下 因为它是手工的 所以你也不能指望它完全像流水线下来的 产品一样 就是整个所有的品质都是一致的 可能会有一些有误差的现象 如果你自己不能接受的话 一定要跟店里的那个销售人员 一样跟它说 然后如果你已经买了觉得不满意 如果你还在退换期限的话 你也尽量就是去跟它去争取一下 就是能不能换个货呀什么的 因为这个包很贵 我觉得你是对它有所期许的这么贵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想去追求它尽量的完美 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它想法大概就是这么多吧 然后我自己就非常喜欢了 我皮肤背那个非常就是正经的金色的 那些五金啊首饰啊都不是很好看 但是浅金色我觉得就是最适合的 而且我这个包我也试过银色五金的 我觉得银色五金的背上那个配色 真的不如这个浅金色的看起来elegant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最优选吧 然后像如果是黑金的这个包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值得买的话 是值得买的 但是我就觉得有一点 对我来说是有一点普通的 当然我见过很多人背上都比我背着好看 所以目前来说我应该短时间内还不会入黑金的 如果如果你对这种香奈尔经典款有很大的兴趣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在你自己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 就能买就尽早买吧 因为它真的每一年都在涨价 18年据说是涨了三次价 嗯不知道明年还会不会涨价 它每一次都基本就是大部分都是涨经典款的价格 我觉得这是真的有点太夸张了 但是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就是等你想买的时候你该买就还是会买的 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它这个双C这里是有一个金属膜的 让我把这个金属膜摘下来 摘下来之后它就命量多了 就是我买的所有包都会忘记撕它的金属膜 因为好多金属膜真的好难察觉呀 哎呀让我坐上来 那个坐上来之后呢 就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背的效果 当然我现在还是坐着了 但就今天有点累了不想站起来 然后就是这样背我觉得效果也很好看 就是它这个袋子的长度是正好正好的 对我的身高来说 然后这样这样提呢 这样提也很好看 然后这样双肩背刚才给大家背过了 所以这个包就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私教 然后就是有关系小小的疑问 就是我当时在店里也忘记问他了 就是这个上面这个拉面这个洞 它能干嘛呢 因为你要是放东西的话 我总觉得它可能会让这个包盖鼓起来 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不过也许放一个一两个小收据什么的还是可以做到的吧 嗯 所以这个包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吧 哎呀 我再做回来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 我觉得大概应该就是到这里了吧 嗯 也没有什么别的 就是说就是想在镜头面前 把这个很精致的包装拆了 拆了之后我就可以开心的用了 然后不然它包的这么精致 我就老是舍不得打开它 因为如果包买了不用的话 那不就是浪费了吗 不过其实我还有点蛮不好意思的 就是 突然更新一个视频 就是说包的事情 因为我之前录的视频 我记得之前上传视频 就应该是我的包包合集 所以 所以就这样的话 嗯 那也没办法 就是正好赶上了 嗯 如果大家想看什么内容的话 都可以来告诉我 嗯 如果我可以录的话 我就来录一个给大家看看 别的我就不说什么了 就我很想给大家保证一下 说是什么 我最近几周之内 我给大家来更新我的 什么什么的内容 但是 因为我这个身体状况实在是不太好 就是过敏反应呢 始终都挺严重的 所以 我就 不能在这里给大家打包 打包票了 所以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 最近天气冷啊 然后大家多加衣服 注意身体 注意 就让我们下一次再见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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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